昨天有一个现象 就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的表现颇堪玩味 外界一直都说她是蔡英文的傀儡 而她开会开到最后是摔笔而去 丰馨女士你怎么看待卓荣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很多人都说卓荣泰是蔡英文的傀儡 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这么认为 我从一开始我就不主张说卓荣泰是蔡英文的傀儡 如果说今天的党主席 其实在蔡英文心目中的最主义的人选是苏家权 那才是蔡英文的嫡系人 但是就是因为如果让苏家权来当党主席 当时整个内部的反弹声浪非常的大 折中的方案之下才会提出了卓荣泰 那卓荣泰既然是折中的人选 他其实注定就成为了夹心饼干 他既跟蔡英文有交情 他也跟赖清德曾经共事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卓荣泰夹在中间 他当初最大的优势是人和 就他跟每一个人的交情都好 他没有得罪过任何一个人 他好像可以协调各方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 也就因为他的人和 他其实不偏向任何一边的结果 就他现在今天被越夹越紧 左右为难 卓荣泰找了一个秘书长叫做罗文嘉 罗文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陈水扁当年的左右手 当然后来跟陈水扁其实越离越远 然后就干脆去下乡坐农了 这一次在这个卓荣泰的邀请之下 然后邀请他回来 我觉得罗文嘉的角色颇堪万位 因为他更不是属于两边的 任何一边的人马 对于罗文嘉跟卓荣泰而言 他们因为不归属任何一个阵营 他们做出的任何决定 对他们俩都没有好处 那他们能够想什么呢 他们能够想的就是 那我至少不要成为历史上面的罪人 就你民进党 那个初选规则被改成这个样子 很多人是考虑到说 他到底要靠蔡英文那边 还是靠赖清德那边 可对这两个人主其事者 他反而要想的是说 会不会在我手上变成历史罪人 所以昨天卓荣泰 突如其来的这一个突袭 他一方面就直接的 不让宗子会表决 因为宗子会表决之后 蔡英文一定大获全胜 二方面干脆请赖清德 然后到了宗子会来说了那一番话 但是我这边要提一点就是说 不管卓荣泰也好 我觉得罗文嘉是个性很强硬 但卓荣泰的个性是一个 相对软弱的人 我觉得他最后屈服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的大